台湾自制的新型两栖船屋运输舰 取名玉山舰 在下水仪式上正式亮相 玉山舰配备海舰2防空飞弹系统 以及旗流快炮防震快炮提升防空火力 另外可以搭载两栖登陆舰 AAV拐两栖突击车 重型车辆跟汗马车 甲板还可以停放两架直升机 能长时间独立执行外海作战任务 玉山舰它本身防空跟制海的功能也都有 在海面上有一定的立中性 所以如果从这些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玉山舰是一艘具有完备功能的作战舰 特别是在离岛作战 玉山舰平时主要负责物资运补 战时则可以发挥两栖作战能力 因为吨位够大 还可能成为池源收复东沙岛 及南沙太平岛的重要战力 像我们去年把陆战队99旅派到东沙去 为什么我们要提前部署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类似 两栖作战的专属的军舰 它现在台湾有玉山舰之后 它相对在部署离岛的防御上面 相对就会变得比较灵活 所以就会破坏中共原来 对东沙的一些战略的想法跟布局 中共在南海的动作平平 学者分析玉山舰的加入 对中共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同时也向美国展现 台湾建立国防自主的决心 玉山舰它有可能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反潜的作战平台 那这一点的话 可能美国可以帮助的地方就很多 因为台湾毕竟在反潜作战上面 相对于日本或美国 我们是比较没经验的啦 不仅是国舰国造重要里程碑 也是南海角力下的重要一步 新唐人亚太电视 这是张如台湾综合报道